2019年 是我成为花医师的第三年 这一年 我开始用Vlog去记录我的生活 很多人问我 作为一名花医师 拥有一家花店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也是用Vlog 记录下的这个2019年 能给你答案 三年前 我和很多人一样 忙碌的工作 让我丢掉了 属于自己的时间 是鲜花 让我找回了自我 这一年 创作了很多喜欢的作品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我学会了如何欣赏 大自然的美 四季也变得更加鲜明 我也学会了如何享受生活的点滴 成为蝉食官 迎接新生命 再把这些琐碎的美好 记录在手杖里 这一年 让我发现 原来人生 也可以有别样的可能 2019 谢谢你的款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